嗨,你好 当我们搜寻完了影片,观看完了影片 第三个步骤我们可能会做的就是跟其他的朋友分享 分享影片,就是把这部影片的网址分享给其他人 那更棒的,在YouTube里面他可以分享我们刚刚建立的播放清单 你可以调整他的清单顺序 然后分享到email,或者是facebook,以及其他的社群 那我们来看看 回到我们刚刚这部影片,假如说你只要播放 你只要分享这部影片给其他人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卷轴往下拉,选择这个分享 它就会出现我们出现的这个短网址 YouTube会自动帮你建立一个短的网址,比较好分享 那你可以分享到facebook 这时候他也会跳出一个新的对话框 让你输入facebook的帐号及密码 或者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网址选择按右键复制 贴到你的email里面,就可以跟其他人分享 那在这边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假如说我们影片有的时候希望从最精彩的地方开始看起 以这个影片来讲,假设我们是从55秒 那你就可以看到,在这边会有个开始时间 点选这个勾勾,你可以注意到这个网址过一会会变成一个 新增一个问号t等于55 这就代表的,当你分享给其他人的时候 其他人不是从一开始观看这部影片 而是从最精彩的,你希望他看的那个部分开始看起 好,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要分享一个播放清单给其他人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YouTube左上角有一个导览列 选到我们的播放清单 在这边我们刚刚有制作一个纯音乐 有三个影片已经被我加进来了 我可以在这边呢,去做一件事 当我滑鼠移到这旁边的时候 它这边左边前面有一个灰色的三个小点 这就代表我们可以去拖拉改变它的顺序 那假如说我希望把邓子晴这部影片放到第一部 我就拖拉放到最上面 那很棒的是你可以注意到 这时候它的缩图也就会以第一部影片为缩图 所以这个播放影片的一个播放清单 我也可以去分享这整组的playlist 分享,播放清单 同样按照我们刚刚的按右键复制 分享用email,用email来分享 或者到Facebook里面去分享都可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